或许只有内心孤独到极致的人 才能真正读懂这本斗瓣九分的神作 它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着赫尔曼黑赛的《黄源郎》 这本书把精神内耗、社交恐惧、人格分裂 卡化得深入骨髓 更重要的是 它并非只是某个人的怪癖 而是时代本身的顽疾 是作者那一代人 甚至每一代人共有的精神危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本书的时代背景 《黄源郎》创作于1927年 刚好处于一战后二战前的这段时期 时代的巨变 本身就对这个德国中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而且它发现战争带来的惨痛代价 并没有让这个国家汲取教训 相反 内战爆发导致社会动荡 民不聊生 报纸却还在煽动复仇情绪 这对人道主义的黑赛来说 是极为惨暴和黑暗的 它挺上而出 依然表明自己的反战立场 结果也毫无意外 它遭到了媒体的猛烈攻击 一时间所有人都把它当成叛国贼 再加上父亲离世 婚姻破裂 朋友反目 他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甚至多次企图通过自杀来结束这一切 在生活和精神的至暗时刻 黑赛并没有因此毁灭 而是通过自己的巅峰之作 荒原狼完成了自我救赎 正如他说的 荒原狼的故事虽然是疾病和危机 但他描写的并不是毁灭 不是通向死亡的危机 恰恰相反 他描写的是疗愈 小说内容很简单 主人公哈里哈勒尔其实就是做着本人 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的人 在一段颇具奇幻色彩的经历后 成功自我救赎的故事 哈里是一位患有痛风的中年作家 在旁观者看来 他跟周围环境格格不入 是个时而温暖 时而冷漠的怪人 他自己也确实讨厌社宿生活 经常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 很少有人沟通 独自承受着不被世人理解的精神痛苦 这一天 他无意中得到了一本 名为《荒原狼研究的小册子》 顿觉大梦初醒 他发现自己就像小册子所说的那样 是一头人性与狼性并存的荒原狼 正是因为哈里身上藏着相互对立 彼此纠缠的两种灵魂 才造成了这个中年男人的精神危机 随后他参加了一场聚会 但他发现余会者 都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 自己的反战言论遭到了所有人的斥责 这也让他感到更加孤独 甚至想要通过自杀来结束这一切 回家路上 偶然遇到了酒吧女郎赫尔敏娜 一番交谈之后 他仿佛找到了知己 情到深处 二人还来了场雨水之欢 他也找到了用音乐平衡人性与狼性的方法 随后赫尔敏娜又介绍音乐人帕布罗给他认识 这个帕布罗也成为哈里重要的精神导师 他把哈里带到了魔剧院 魔剧院的情节 堪称本书的风神之处 很多读者认为 这一段是黑赛克药之后写出来的 在这个只为狂人而设的魔剧院里 他见到了无数个哈里 这一点咱们后面再来分析 最后当他撞解赫尔敏娜跟帕布罗亲近时 变狼性大发将赫尔敏娜杀死 而自己也得到了永生不死的惩罚 你看 故事就是这样 几百字就能交代清楚的小说 怎么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怎么能成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欧美青年的必读之书 又怎么能被誉为 现代人内号的精神良药呢 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正如书中的一句话 如果我在其中读到的 仅仅是一个单独的人类个体 滋生的病态幻想 其作者只是个可怜的精神病人 那么我会对与他人分享这些内容 感到犹豫不决 为了更好地理解黑赛表达的词相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的四种原型 其实 黑赛的很多作品 都是在荣格心理学说的影响下创作的 黑赛甚至曾在一封信里写过 告诉荣格 荒原狼向他问号 这四种原型可以简单地理解为 每个人的原始人格 包括人格面具 阴影 阿尼玛和阿尼姆斯 自性 人格面具就是我们对外界表现出来的样子 哈利温和的一面 就是人格面具的作用 它可以降低社会性焦虑 阴影 大家应该看出来了 就是隐藏在人格面具下 原始的动物性的一面 也就是荒原狼 阿尼玛是男性心灵里的女性成分 反过来 阿尼姆斯是女性心灵里的男性成分 前面咱们提到的赫尔敏娜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名字跟作者赫尔曼的名字很像 显然 这个知己就是哈利的阿尼玛 最后自性是协调其他人格的原型 让人们达到自我实现的统一整体 哈利崇拜的哥德 莫扎特 以及精神导师帕布罗 都是哈利的自性 这样一来 我们就好理解整个故事了 也能读懂哈利是如何一步步自我救赎的 第一阶段 不可协调的 而原性矛盾 一方面 哈利渴望城市生活 主动选择在街角小巷的阁楼里租住下来 一方面又不愿意世俗环境 同流合污 讨厌一味追求享乐的浅薄生活 他尽力把狼性隐藏在内心的阴影处 但他古怪的生活方式 处处透露出狼性的影子 不仅如此 书中很多地方也多次体现出二元性矛盾 比如虽然把赫尔敏娜受为知己 最后却杀了他 虽然把哥德当成偶像 却在梦里跟他吵了一架 现在咱们知道 赫尔敏娜 哥德都是哈利原型的一种 也就是说本质上 还是哈利自己的矛盾 这也直接导致了他的精神分裂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二元性 比如很多人都曾有过这种想法 没有人理解我 我也不需要别人理解 虽然某些时候确实想找个人倾诉 不过最终还是选择自我消化 所以大部分人都能在哈利身上 看到自己的影子 而且二元性矛盾越深 也越能对本书产生共鸣 第二阶段 跳出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 人性和狼性只有对立吗 在哈利无法自我和解的时候 他遇到了赫尔敏娜 也就是自己原型中的安妮玛 二人的交谈也解开了哈利的心结 哈利说自己向往高上的精神生活 对粗俗的现实感到不满 他哀叹自己已经努力生活了 却还是这么痛苦 但赫尔敏娜却建议哈利学习跳舞 并用一句话点醒了他 你连舞都不想跳 怎么能说已经做出极大努力去生活呢 之前在平衡人性和狼性时 哈利选择的是把自己封闭起来 抽烟喝酒甚至自杀 说到底不是在平衡 而是在逃避 因为他一直在人性和狼性之间拉扯 掉入了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陷阱中 选择做人就要跟世俗同流合物 跟高尚的精神追求告别 选择做狼就要脱离人类社会 在阴暗深处孤独至死 这种选择显然过于简单了 哈利自己定义了黑白对错 这种二元性矛盾 然后又下意识地把自己囚禁其中 《道德经》中有一句话 就是说假如所有人都有美的标准 丑就会现行 所有人都有善的标准 恶也就出现了 所以这种敬畏分明的状态 其实是远离道的 是无法调和的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奇怪 道家思想怎么跟德国文学联系上了 其实1870年《道德经》就传入了德国 而且对很多德国文学家影响很大 黑赛的在轮下西达多 以及这本《荒原狼》都受到了老子的影响 第三阶段 不止二元的多重自我 跳出二元四维的陷阱后 哈利被帕布罗 也就是他原型中的自性带到了魔剧院 之所以这一段能够封神 正是因为突破了二元性 意识到人格不是只有人性和狼性 帕布罗让哈利脱下了人格面具 也就意味着哈利摆脱了被世俗定义的 用来掩饰自我的表面假象 开始接受真实的自己 接受每一种人格 在魔剧院的镜子里 他看到了第二个哈利 从他身上分裂出来 接着第三个 第十个越来越多 老的少的 活泼的 严肃的 认真的 滑稽的 衣着光鲜的 衣衫蓝绿的 无数个哈利在魔剧院里 上演了一出关系复杂的人生戏剧 而这个过程 或许也是无数个自我 彼此和解的过程 哈利的二元性 在这里被推翻并重建 他体验了用枪设计车辆的游戏 而且竟然感受到了设计的快感 要知道他可是明确反战的 接着进入人格重建指引之门 学会了如何把多重人格 像棋子一样排列组合 形成不同的人生场景 最后还观看了 驯服荒原狼的表演 又似乎懂得了 如何让每一种人格 对自己言听计从 第四阶段 用幽默接受每一种人格 在杀死哈尔敏娜之后 帕布罗以永生不死 来惩罚哈利 这个决定对应了前面 哈利多次想要通过自杀 来摆脱一切的想法 也让他意识到 自杀只不过是 荒诞的诺夫行为 那如何平衡多重自我 解决精神危机呢 就要提到哈利的自性 也就是哥德 莫扎特和帕布罗 哥德 莫扎特 在哈利看来是不朽者 代表着德国文化精神领域 不可替代的高峰 但随着剧情的推进 我们不难发现 哈利对不朽者的认知 存在着严重的偏差 他多次与哥德 莫扎特接触 但每次发生的事情 都很不严肃 甚至可以用 踢笑节飞来形容 这种强烈的反差 正是黑赛想要表达的 不朽者是幽默的 是会笑的 假如哈利只想成为 自己想象中的不朽者 高高在上脱离世俗 那他的人性 是不可能与狼性 达成和解的 在魔剧院中 哈利真正走进了 自己的精神世界 也认识到 魔剧院的一切 只是他的心理投射 在这里 他可以成为杀人狂 暴力者 也可以向往恋爱 成为一个善良的人 而这都取决于 自己如何下 多重人各自扮棋 就像百叔结尾时说的 我终究会将这棋子游戏 玩得更好 我终究也将学会笑 帕布罗在等我 莫扎特在等我 荒原狼之所以能引起 一代又一代人的共鸣 就是因为书中的哈利哈勒 不仅是坐着黑赛的影子 每个孤独的人 都能在他身上 找到自己的影子 生活中有一些人 也包括我们自己 都会陷入 荒原狼式的矛盾中 不愿被社会定义和塑造 也觉得没人能理解我们 内外的不平衡 就会产生社恐 孤独 内好的痛苦 不过荒原狼 也给我们开出了 绝佳的药方 幽默 它能让我们直面 并接纳最真实的自己 也能以局外人的角度 发现和解决 精神上的痛苦 所以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就像黑赛说的 世界上任何书籍 都不能给你带来好运 但它们会让你 成为你自己 我认为你带来好运 我认为你带来好运